好 哥哥姐姐好 加油 加油 大家好 我是九年级三班的赵亦凡 我的妈妈是一个超级棒的妈妈 前一段时间我的脚崴了 我在学校校医师两次打电话给她 她一下班就匆匆忙忙的送我去医院 一直搞到凌晨一点才回家 在我养伤的期间 她停掉了手头上所有的外出工作 只为了每天能接送我上下学 在这个初三 在面临中考的初三 所有同学都停掉了手头上的兴趣班 报了好几个补习班 只有我 在我对她提出说 我想报一个声乐班的时候 她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我 在我对她提出说 我需不需要报一个补习班的时候 她说 没关系 妈妈相信你可以的 不要太累了 给自己太多压力了 她似乎永远都对我那么好 可我却无以为报 妈妈我想跟你说 你对我的好 我一直都记在心里 宝贝 妈妈今天很开心能够站在这边 听你对我说这一番话 刚刚你有在提到有几个事情 我妈妈也想跟你做一点回应 第一个就是说 你说你的脚崴了 妈妈认为这个事情是妈妈的责任 当你打电话给到妈妈的时候 第一次我还记得那天 妈妈正在开一个比较重要的会议 你说妈妈我的脚崴了 那我现在在医务室 这个时候妈妈感觉到 你非常的体贴妈妈 你是说 妈妈我再看一下 现在是比较痛 但是比开始已经好多了 我再观察一下 到时候我再跟你说 那你太懂事了 然后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快到六点了 你又一次打电话给妈妈说 妈妈 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去医院了 她现在情况不是那么好 还是那么的痛 这时候妈妈其实是有点慌了神的 我不知道情况是怎么样 因为我当时在想 我当时其实在打车过来学校的路上 我是很怕的 我不知道你的脚崴成什么程度 有没有轻微的骨折或者怎么样 因为你是我们手心的那一朵 妈妈觉得是手心里面的那个宝贝 有的时候其实你也会给妈妈很多的一些思考 比如说 妈妈可能有的时候会经常说你很冷血啊 或怎么样 其实 你看妈妈 妈妈喜欢给到你一些肢体上的一些接触 比如说我抱抱你 拥抱拥抱你 会说一声 爸爸妈妈爱你 或怎么样 但是 我也希望你能给我一些回应宝贝 你也可以跟我说是妈妈我爱你 就像今天一样我很开心 所以妈妈也希望你能够 更直接一点去表达你的感情 不要太泪敛 妈妈 我不是一个冷血动物 对你的 我对你的好 其实我只是不知道怎么把内心的想法跟你说 自从我上了声约班 你还没有听过我唱歌 今天我就要站在这里 把我对你的爱唱出来 感受一下 我明白 太放不开你的爱 太熟悉你的关怀 封不开 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 而现在 就算时针都停摆 就算生命像尘埃 封不开 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妈妈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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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的爆发 就直接了 好直接 说直接就直接 宝贝妈妈越爱你 我来找你了 我来找你了 很好 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好 宝贝妈妈挺开心的 对啊 妈妈不是真的说你能选 你知道吗 只是妈妈希望能够 能够去表现 就是有的时候让妈妈知道 就是 你爱别人 你要让别人知道 你知道吗 爱要说出来 好 好